一個少女她死了 下葬了 但是三天之後 突然之間發現 她的舌頭被割除了 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 黑巫術呢 而且立剛 這才上禮拜發生 在印尼的南蘇拉威西 很恐怖的原因是因為 你現在看到這個少女 她16歲 車禍重傷死亡 可是才下葬三天 說被人家發現 她的遺體跑出來 爬出來了嗎 難道是死而復活 或是因實路翻版嗎 警察來調查 一調查之後警察更嚇到 因為她發現了這個女孩子 遺體還不完整 說舌頭被割了 果實布也被偷了 這是黑巫術 警官阿Sir 說果實布可以求發財 而舌頭 因為舌頭是一個 很重要的器官 你看這個圖 這也是真實事件在印度 你說這女的她在幹嘛 旁邊的人圍觀 表情很驚恐 她看起來很痛苦 地上還有一些 些許的血跡到底她在做什麼 我告訴你 印度這個女孩子 她在這個廟裡頭 她把自己舌頭割了 說她夢到了 一個印度的女神 叫做卡莉女神 到她夢中跟她說 你有願望要實現可以 但你必須要付出 你舌頭這個代價 她真的跑去割了 一醒來之後 馬上膜拜暗黑天神說 那我願望可以實現了嗎 她哥哥說我妹怎麼迷信到這種程度 但你說迷信 你知道她妹妹其實教育程度很高 那為什麼她會如此深信不疑 難道這又有什麼人 真的透過這種方法 而得到了她要的嗎